这是超越甲斗最愤怒的变身 同时也是天道悲哀的时刻 经过上次的战斗过后 虽然天道变身超越形态 一脚丝滑的骑士梯 轻松解决众多的一重 可伴随着战斗的结束 大吴却突然消失不见 等到佳赫梅找到大吴 虽然大吴不喜欢战斗 但他难以压制本性 好在仅仅是画面一转 刚刚还在狂暴中的他 已经躺在挚友的床上 然而对于佳赫梅的困惑 他依旧是闭口不谈 这时神戴剑主动前来 想要认识新来的朋友 不料在两人握手期间 两人察觉到对方的身体 致使想要报仇的神戴剑 把大吴认为是一重 紧接着大吴挥动其武器 一击斩断神戴剑的宝剑 见神戴剑无法进攻 大吴进入到爆甲状态 随即离开眼前的区域 与此同时打工的莲华 为提前适应餐厅的工作 经常遭到天道的补草 不料在树花的鼓励下 莲华转瞬间满脸的笑容 随后两人一起来到餐厅 不曾想莲华依旧犯错 搞得天道极其的无语 这时家和没找到天道 想要询问大吴的真相 天道表示在18年前 他已经见过这类一虫 以太成亲生父母的样子 并且这类一虫的总称 应该叫原虫更为合适 同时经过上次的事故 也证明一虫与原虫之间 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种类 原虫要更早来到地球 小旭也是原虫的一员 大吴可能知道其线组 随后为寻找大吴的下落 天道凭借上级的身份 让组织的人寻找大吴 然而天道滥用起司权 很快引起三岛的注意 此时家和没的父亲来变 天道随即与对方见命 并表示可以随时毁灭组织 但对方却引用七点过 直言某位少女穿上红鞋 结果红鞋突然跳起舞来 就连少女也无法停止 至于红鞋何时会跳舞 对方也表示并不清楚 与此同时在熟悉的地方 家和没突然看到大吴 大吴表示看到人类的弱性 因此才会想帮助人类 片刻后天道来到此处 指出原虫不同于一虫 致使大吴主动解释道 他们原虫并不喜欢战斗 只求在世界上安稳生活 随后天道主动提及小讯 可大吴并不想输出位置 暴露他知道位置的信息 此时有一虫突然来袭 未获得大吴口中的限制 两人变身骑士的姿态 随即与一虫展开对决 然而在对决的过程中 伴随着两人猛烈的清扫 大吴称战斗之神刚斗 选中的英雄为加赫梦 而支配光芒的太阳神甲斗 则选中英雄日下不阻思 这时大吴走向天道 不料在靠近的一瞬间 由于某种装置的开启 天道突然失去理智 接着宛如失控的野兽 开始向大吴拳脚相加 虽然大吴显露出原形 并且加赫梅及时来阻止 但天道走向黑化的实力 依旧把大吴打成重伤 跑在几回合的战斗后 眼看情况不妙的加赫梅 听上可能重伤的威胁 成功让大吴完成逃离 谁料在两人战斗之际 地狱兄弟突然现身战场 变身地狱拳皇的尹山 随即与加赫梅展开对决 而经历过黑暗的使车 很快一波猛烈的进攻 直接把天道打倒在地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尹山一场凶猛的拳击 以及使车沉重的踢击 把两人打得瘫倒在地 随后两人宣泄完仇恨 立马发动各自的大招 与兄弟的两人 终于得到心情的愉悦 然而正由于两人的毒打 天道才缓解暴走的威胁 并且两人虽然伤势严重 却依旧还能勉强行动 接着说明危险的装置后 两人随即去寻找大吴 可等到两人顺利找到 在褪皮异虫的进攻下 大吴一走向生命的尽头 加赫梅见状立马变身 前去缠住众多的异虫 而天道前去询问大吴 为避免小旭同样的惨状 大吴说出小旭在日拳时 并交给天道相同的语食 这时利奈来到身后 天道随即向后方踢去 同时变身骑士的姿态 紧接着两人完成暴走 直接发动大招骑士踢 轻松带走低级的一重 此时两重开启声势化 以一波突然的袭击 瞬间把两人打倒在地 此时利奈果断逃离 天道见状开启超视化 在一重哭向加荷美时 以一脚丝滑的骑士踢 轻松解决退皮的内置 然而随着战斗的结束 早已浑身是伤的天道 再也无法支撑起身体 好在天道并没有大碍 并且天道准备归黄昆虫移 毕竟如果自己在失控 就需要其他骑士来阻止 随后天道向加荷美说道 如果他失控伤害小旭 就由加荷美来打倒他 与此同时加荷美的父亲 焚烧着假面骑士的原稿 并表示天道尽管安心 因为随着天道的消失 黑暗的时代将正式到来